另外 聯邦直轄區副部長拿都司理加拉魯丁透露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9月 联邦直轄區批准了1654项人民组屋申请 当中968项申请还在等待分配住宿单位 加拉魯丁指出 有多项原因导致申请者必须等待 当中包括单位正在修复 不符合资格的租户不愿离开 以及没有新的人民组屋项目可以出租 副部长在国会下议院回答提问时也指出 部门不定时执法 必要时将采取严厉行动 确保不符合资格的租户腾出相关单位 如果执法单位发现租户转租 没有居住在单位 涉及毒品或违反我国法律 便会收回有关单位 此外 申请人民组屋的民众条件是必须已婚 但有部分案例是租户在居住期间成为寡妇或官夫 有关案例将出于人道主义考量会以个别情况决定